第一個個案挺有趣 試完找到那個人大概半年前 在一個事襲遇上 他就找我占卜 當時很記得他在說他的婚姻出現了問題 覺得那個男人對他不好、不疼他 很簡單幫他穿了一個占卜 看到那些牌子就說原來他老公其實很疼他 反而他可能自己想了一遍 覺得有很多要求和想法太強硬 而他忽視了他老公其實也是一個比較放鬆的人 其實他只要放下自己放鬆一點 那段婚姻就沒有那麼多摩擦 結果他半年後回來找我 跟我說覺得很準 我和我先生的關係改善了很多 他找到一個原因 其實我有一個早陣子 你知道近年初 人們會喜歡看風水、看榴槤 也是 他找了一個師傅看風水 就說他在住的房子有問題 就叫他看見有一個靈體在那裡 那你也是就時間搬 也是給一些質疾 他很快很快在一個月內就搬了屋 又幸好被他找到屋 他就想看我能否看到他的屋子有沒有特別 就是能不能住 我們就順便問他那些 接下來的屋年的事業運程怎樣 其實很有趣 他一開我們視像做的 因為疫情關係 網上視像做 他拍攝的鏡頭 他只拍著臂上 都覺得可能有些人不喜歡老面 我也沒有懷疑 他一開鏡就說回 他跟先生的關係好了 也說了那件事發生 其實他一開鏡頭 我已經看到一個靈體在他後面 那我就沒有發聲 他就說不要緊 我先占卜了 如是者他就說 最近其實身體也不太好 之後就說他的乳房出現了問題 不知為何 三個月前的事 他說不知為何 他說他看了醫生 檢查了 很怕是乳癌 沒事 也不是粉痂 那些什麼都沒有 最後醫生說 他也是乳腺增生的狀態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去做乳房按摩的公司 我認識了 他們又說過 如果有些人乳腺增生 都會做乳房按摩 去通過的淋巴 令他舒緩了 亦都健康一些 那我就說 其實你可以如果疫情過後 可以去試一下公司做按摩 可能應該會有幫助 如果在醫學上幫不到 按摩我相信都會幫到一些 這樣 確認了不是一些病情 然後去到最後就說 其實我也看到靈體 你會不會想處理一下 因為其實靈體 沒有因為你搬屋而離開 其實一直跟著 跟著她 跟著她是跟身的 對 跟身的 她也有點害怕 然後我說不要緊 我們聊聊天 看看發生什麼事 她在她身旁 是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 挺漂亮 年輕的 我想大概是20歲頭 那些年紀 那女靈體就 不如你給我一個故事 究竟你為什麼要跟著這位女士 然後她就帶了我去一個 古代的畫面 中國古代 我看到她在中式的家裡 坐在床上 很漂亮 好像很溫室小花的感覺 那些沒有出污泥與不染的感覺 原來當年 這個女靈體就是這位女士主的老婆 反而這位女士主是男人 然後她們兩個本身結婚很幸福 但不知為什麼無奈 去到頭一兩年 還未開始有小朋友 然後她就發覺女生無故 一天開始 乳房開始越來越大 那一開始男人 就覺得很開心 大了身材好 那樣 但去到後來 發覺乳房越大 大得很誇張 但去到這樣 是的 但你知道那個年代 其實醫術都有限 是的 醫生也解構不到 那年代 是會覺得你生這個是怪病 當然是 對 然後會當你寄胎寄胎 或者是不祥之物 那去到那個老公 即是那個女士主 就不理她 還厭起她 但是那個女生就很傷心 她說其實 其實我有沒有做錯過任何事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沒有不忠不精 以前的人說的 要精折派同 要守折 守苦度 她有沒有出軌 有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她的乳房生成 根本也不太想 為什麼你要這樣嚴棄我 嚴棄我 就算是世俗的人 怎樣也好 不是說一生 無論生老病死都此之不如 這樣子 然後那個女士主 聽到那個故事 就去到哭 因為那個女靈體就說 你知道當時 其實脹到這樣 其實我很痛 是的 為什麼你不可以有些體量 然後那個女生在哭 那個女士主她說 她說我很明白她什麼事 她說她現在的狀態也是這樣 那個乳房也是這麼誇張 她說 我就問她 那你今世的你 那你老公你先生 怎樣看你 或者有沒有對你不好 然後她說 不是 她老公很接受她 很支持她 因為她老公原來是一個外國人 是的 你知道外國人對這些 是比較開放的 更加接受 她說很陪伴她 很支持她 就是要陪她看醫生 或者各樣東西 她說 其實 我剛才跟你說 其實她 你的老公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對象 嗯 是的 她說當年你這樣去對她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她說 她已經完全很明白 嗯 是的 她沒有想過 即我自己也沒有想過 會是這樣伸同感受 然後她說 即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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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她說即刻忏悔 就覺得自己很錯了 因為其實我接觸這個女士主 她是一個比較 比較man的女人 是的 真的比較man的女人 很有性格 很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都很強 即是 我要這樣就這樣 嗯 是的 由我占卜的時候 開始看她的時候 到現在 我都覺得她是偏向這位 但其實她已經溫順了 你溫柔一點 對你老公 那時候跟她說 那她又改善了 她說話的語調 都會溫柔 沒有那麼急速 那樣 古自然就是 令她明白了之後 她也跟那個女生說抱歉 其實知道自己好錯 我說不如這樣 你為了這個女生 可能捐些錢給一些 譬如語言基金協會 去幫助一些女士 她都說很明白 那我最近再問她 你最近身體是怎樣 然後她說 很幸運 終於遇到中醫 令到她的痛症舒緩了很多 沒有再痛了 但是乳腺的真身問題 都是 要修復都要一段時間 我說有好轉就好了 慢慢努力加油 這些又是說到前世今生的事情 原來真的 那些病都會帶來今世 雖然說撞鬼 原來牽引到 往式的故事 是 就是那些所謂的前世 但我沒有想過 靈體會用這樣的顯現 令她明白當時的她 那個感覺 是被她今世感受 希望她現在會越來越好 你看到她將會發生什麼事 我看到她現在 她未來應該會回復正常 那太好了 我相信她經歷過幾次的事件 她看到自己的轉變 例如說我能占卜的時候 我都引導她 其實她老公對她很好 再加上今次的事情 她都看到她很引證她老公對她很好 我想她應該會很珍惜她老公 亦都改變了自己的性格 令到這件婚姻更好 真的太好了 是的 我覺得是很 為何我經常 有時去 和靈體的接觸 是令我這麼多感動位 都是的 其實我覺得靈體 不是個個真的那麼恐怖 是的 他們有時走不了 停留在空間 可能有一些事情 他們想不通 所以就是這樣 但當他們想通了的時候 可能他們都想回 自己應該去的地方 是的 其實他們留在這裏都很可憐 是的 也是的 如果你說起他們留在這裏 有個有趣的事件說 有趣的 就是我有個好朋友的爸爸媽媽 去參加完喪禮 參加完喪禮 那喪禮就是一些親戚的喪禮 一個阿叔 我畢竟有個名字 那個阿叔就喪禮了 於是他們就回家了 因為不用搜尋 然後 誰知道他回家 在家裡打開電話 就收到一個 Facebook的朋友邀請 就是離世了那個叔叔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